這些Device上面有些他們都有做加密的方式 那什麼是加密的方式 簡單來講就是你啟用那個加密方式之後呢 你所有寫到裡面的資料包括SD卡裡面的資料都會做加密動作 我們可以強制User一定要使用加密的方式 如果你不使用 那你的資料就很有彎切的風險 透過這張包裝來做控管 那再來我可以控管這些版本的分位 比如說今天Apple的iOSDevice 我說2.2到4.0這個版本之間我就要安全的 所以假設有User低於2.2 我就說你不安全建議你升級 那同理Android的部分也是一樣 我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去要求你去升級你的版本 檢查你的版本分位 所以這個我們就提到 這個是所謂的移動裝置的完整性的防護 那再來還有一個很有趣的方式 各位如果有升級到iOS5.0之後 各位會發現iOS有新的一個方式叫做iCloud iCloud是什麼 它就是有點提到我們剛剛講運儲存的概念 因為Device上的容量有限 所以你可以透過iCloud的服務 把你的照片 把你的歌曲 把你的什麼東西 備份到零端上面去 但是這個備份的這個端點 應該說你備份上去的地方 是Apple所提供的 那有很多企業是很擔心的 我覺得iPad都很好用 但是我很擔心他們升級5.0之後 把公設資料Sync了下去之後 都備份到AppleX下去 這對我來講的方式很大 所以我們的TNS 我們在8.0裡面做了一個方式 就是我可以去控管iCloud 我可以把iCloud的服務 都把它Disable掉 透過這樣 這方式避免企業資料 因為這些服務而外流 而外流 OK 那再來 我剛剛有提到說7.1的部分 事實上我們就可以重置Device了 可以把Device Reset掉了 但是那時候呢 事實上我們是附我的 附我的Reset 比如說你這個Device我設定Reset之後 它就開始進入重置重置 重置重置 回到最初上值 那有些優勢他覺得說 我只要一部分就可以了 不要附我的 好那一部分是什麼 我就可以去設定附一部分的 比如說我把IsChange的設定 Reset掉 我把IsChange的這個Sync下的Mail Reset掉 但是我的系統就不完全Reset 好 我現在可以去設定一個 所謂的部分 選擇性的重置 好 這也是我們在8年裡面 新增量的一個Function 好 新增量的一個Function 那在整個Case來看 這邊跟大家學了一下 事實上台灣部分有 但是 比較多的是日商 那原因是在說 日商 像KTDI 這個Case 他們在日本 在日本VU這部分 聽說已經賣了將近 一千多 對不起 一萬多個Useer 一萬多U的授權 那原因是在說 這些日商比較重視 比較重視 這樣的一個方式 所以他們基本上會 這個 發送這些Mobile Device 發送這些手機 給他們的主管 所以這個基本上來講 日本他們會 比較Care這個概念 所以他們都用 這樣的方式直接發送 那在這個 提用給 這些主管的時候 他就直接把 這些相對應的Agent 就直接送進去 那方便他們管理 也方便他們使用 那第二個是Tocomo Tocomo這個 我知道的部分 他們已經買了 大概六千五左右 Tocomo 那概念是差不多的 概念是差不多的 那再來像 對岸 CN的這些 一些內的 他們的一些使用 像我們來講 他們也 購買了一些 這個授權 來去做這樣 安全性的控管 那還有一些 像是中國這部分 台灣有啦 但是台灣大會 還是以日商業為主 那一般的In-User來講的話 事實上 他們的Care 可能會比較Care 是自己的安全性 那這個來講 我們現在在 Google Mark 提供 是提供 服力的 各位如果有興趣 還可以打入 或者是說 今天我們互動一下 直接送你正式的 一年授權版 好 那我想在這個過程中 有沒有人有什麼樣的問題 想要了解的 這樣我們剛剛很快速的 把這樣的一個過程 稍微說明一下 有沒有想要了解 請說 當然你有提到一個 就是你可以封鎖一些功能 那為什麼iOS比較多 Android比較少 是因為還沒開發 還是是它本身的 ADIM的 這個HPIA 對 好 您剛提到說 為什麼我們在不同的作業系統上 說能夠做到的功能不太一樣 iOS的可能比較多 但Android的比較少 Android可能只有Bluetooth 就是它CAMERA這部分 那這個事實上是因為 我們是一個合法的開發商 所以我們不能做 這些 OS不授權的事情 所以以Apple來講 我可以做一些控管 那是Apple允許的 譬如說 我們不想讓iOS的 device 去裝 我可以把這個Apple Store 這個拿掉 這個是Apple允許我們做的事情 但是Android來講的話 因為它有太多的授權來源 甚至說你去點一個 這個 我知道 APK是不是 你就直接安裝 所以那個是比較難做的 所以這個原因來講的話 就是說不同的device 我們能夠做到防權 會不太一樣 那我們在我們控制上 都是在後面 架出一個小小的Logo 這個功能可以做的話 對於哪幾個 OS可以做 如果你開會看到一個 小機械的Logo 那個代表Android可以做 那這個是因為這樣一個原因 所以我們比較難克服啦 難克服 對 有一個問題 那個傳到雲端啊 你可以把它封鎖 那如果它 它還是有個人的資格 要傳到雲端 但是這個時候 就變成說 它這個 三起 了解 事實上現在的傳輸 都是針對管道來做封鎖 所以我們事實上是比較沒有能力 因為這也是SDK的限制 我們比較沒有能力去過濾說 你這些Mobile Device 所傳的Content 能不能做封鎖 那這個其實有另外一個議題就是說 Mobile Device是不是有可能是 個資法的另外一個漏洞 另外一個漏洞 那事實上現在各大的Solution來看 我們看到的狀況都是這樣做 就是說 第一個 像我們的NDN NDN這個技術來說 我們可以做到什麼部分 第一個 你的Mail從EastChange近 你就只能從EastChange出 那就是第一個我們的做法 先封鎖你的出去的來源 之後在公司的雜道端 或者在Mail server 去做DLP 這個是可以這樣子做的做法 那另外一種做法是這樣的 就是說我鎖定了VPN 我鎖定了VPN 你這個Mobile Device的VPN 固定就是那樣子 所以你對外的連線 一定會回到公司的網路 在公司網路上來做 這個也是另外一個做法 那大部分現在在Vendor 都是做這個做法 那我們還有第三個想法 是說 我們在檔案上做手腳 然後呢 你要開這檔案呢 你就必須要用特定的App 像我們剛剛提到的這個 雲端的這種Conline的App 你才能夠開 然後你透過任何的管道 把這資料留出去 因為你沒有對應的App 沒有對應的缺陷 有開不了的東西 所以現在來講 就是說以資料外洩的概念來講 Mobile Device有三種做法 大概就是四三種 那我們現在來做的話 我們已經做到了第一跟第二種 那第三種是我們在下一個版本 也就是8.0之後的版本 我們在做的方向 我們在做的方向 OK 那還沒有其他的 請說 請問一下 因為BYOD最大的問題是 隱私權的問題 尤其在北美的 像這一屆的還是討論 那如何就是在你們這樣子的一個 機制之下 在隱私權的問題上面 OK 好 我們知道BYOD的隱私權這件事情 它其實比較難 比較難 就很像說 我們今天自己把自己的電腦上 我們帶自己的電腦進公司來使用 第一個 我也想控制你 為了資產 為了公司的security 那第二個來講 你上面的資料 我能不能去 上面去做一些監控 這個就是隱私權的 範疇界定的部分 那我們目前來講 我舉個例子 以趨勢科技來說 我們身為趨勢科技遠空 我們每一年都要跟公司簽一個合同 簽一個合同是甚麼 就是我在這個device上 所做的任何行為 都是因為公司的需求而使用 我必須要簽這個合約 那如果說我自己做一些私人運用 那公司基於一些政策上的考量 我可能會去monitor你 比如說email做archiving 這樣的方式 那這個情況之下 這個就是你必須同意我 那我剛剛講的mobile device 在這個上面的議題 其實上類似 很類似 那只是說 我們現在的做法化來講 技術沒有辦法克服這個問題 技術沒有辦法克服這個問題 但是事實上 我們必須要一些公司的政策 跟周到的配合環境 來做這件事情 比如說你必須授權同意公司做這件事情 一些賽德可約 假設你不同意 那就請你不要帶自己的device來上班 目前來看 就是說技術上是有困難的 如果你硬要用技術來克服這個問題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困難 但是如果你用政策來做這件事情的話 他相對來講成分比較小 而且也比較簡單 那我不知道說 這樣有沒有回答到你的問題 那只是一個現行上的一個狀況 因為像Train Micro 你們在退歷式的 議題的話 其實在北面也推不太多 所以其實比較想了解一下 就是說像Train Micro 你們在退歷式的 Solution 的時候 有沒有那樣的策略 可以方式去做 好 因為我們目前來講 就是說整個策略上來看 我們也只能先做到這樣子 那第二個來講 就是我剛剛所提到的 就是說我第一個用正面的方式 去少一些被 未被授權的Mobile Device 進到公司的網站 這個是可以先做到的部分 那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你必須要使用Mobile Device 在公司的網站的話 你就必須要同意我的授權 所以我想 隱私權這個問題 如果要解決 其實有更多更嚴重的事情 比如說像Mail Alcami 這是更嚴重的問題 那這個的話 他講 目前業界的做法 都只能用政策 用Country的方式來做解決 所以我想那一天 北美那個會議 應該不會有什麼具體的結論 他 always 會是個議題 他 always 會是一個議題 可是他沒有辦法 被一個很有效的解決 對 那還沒有人有其他問題 雖然我獎品都送完了 沒關係 如果現在還有問題 還可以發問 那我們會留下你的內容資料 我還是會把它寄給你 好不好 好 那我們這個議程 就到這邊結束 我們掌聲謝謝 趨勢科技的吳忠霖 吳波恩 大家也可以把手上的 你會不會有個 你會不會有那麼大關